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请大家欣赏几株杂交的蝴蝶石壶吧 蝴蝶石壶呢,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呢 仅次于蝴蝶兰 因为它们容易生长,容易开花 种植环境呢,和杂交的蝴蝶兰差不多 中温中光,见干见湿,非常容易 而且呢,花色多样,花期也很长 可以开三到四个月 我眼前呢,有四株 那我现在呢,分别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是Dangropian Popeye 它呢,是白中透绿的花瓣 有紫色的条纹 这个美丽的纯瓣呢,是紫色的 花朵呢,蛮大的 差不多是五厘米的样子 这是初开 稍后呢,会长一点 大概是六厘米的样子 而且呢,它花很多 非常好看 这株的名字呢,叫做Ocean Pink 看起来呢,像是有两个大耳朵 同样呢,花瓣呢,尖端呢,有一点发白发绿 总体呢,是紫红色 纯瓣也是非常的漂亮 它们的花形,我觉得比蝴蝶兰更美 花感呢,花感呢,很长 有十几,二十几的花 Dangropian Aridum Blue 它的这个花瓣呢,说是蓝 其实有点indigo,那现在看起来呢,稍微偏紫一些 通过手机看是这样的 但是你亲眼见的话呢,它是偏蓝色 而且呢,是indigo的颜色 很特别 纯瓣呢,颜色就更深 喉咙呢,是绿色的 这个很奇怪 它居然呢,有一种清浅的甜香味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因为蝴蝶石壶呢,通常是没有香味的 但是这株呢,居然有香味 我查了一下它的背景资料 居然有十一种原生石壶的基因 我不确定呢,它的香味来自于哪一种石壶 但是呢,非常难得 蝴蝶石壶里面呢,很少有香味的 那多重杂交的蝴蝶石壶有香味呢 那就更少见了 所以这一株呢,相当难得 最后这株绿色的呢 它的名字叫做Dendrobium margarita 这株石壶的颜色呢,我非常喜欢 它是这种小清新的感觉 它几乎呢,是纯绿色,苹果绿 只有纯绿里面呢,带那么一丁点白 非常好看 有一种清新动人的魅力 这些杂交的蝴蝶石壶呢 属于新手兰花 因为它们太容易种,太容易开花了 要说缺点呢,也许呢 对有些人来说呢,它比较高大 其实只是花杆呢,比较长 蜘蛛本身呢,大概是一尺半的样子 但是花杆呢,非常长 花杆本身呢,大概也有一尺半到两尺 那加起来呢,就是一米上下了 不过花杆剪掉以后呢 蜘蛛本身呢,并不是很大 而且呢,它们长得呢,很紧凑 并不占地方 稍微高一些 这就是今天呢 请大家欣赏的几株 市面上还算相对常见的蝴蝶石壶 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谢谢